嗨,大家好,我是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经典灾难片《火火融城》 洛城正在扩建地铁线路 好多居民们对此抗议 男主迈克是紧急事件处理中心的总指挥 这天,他正在家里放假照看女儿的时候 洛城突然发生了地震 迈克不得不回到工作岗位上 手下小黑告诉他 公园地下发生了水管爆炸 正在进行检测 工人在下面检查的时候 发生了爆炸 一行人全部被烧死 只剩下唯一的幸存者 闻讯赶到的迈克来到现场调查 负责人拦住了他 胶带只是挖掘到了蒸汽管道 工人是被蒸汽烫伤的 可迈克眼珠一转 心想事情绝不简单 蒸汽怎么会把人烧成这样呢 报告结果三天才能出来 心急的迈克和同事全副武装 准备进入管道侦藏一番 小黑则在地上为他们放风 两人走在管道里 蒸汽从一道裂缝中散出 仪器显示温度高到爆表 地铁从他们头上的空间驶过 引起了震动 两人还以为又发生了一阵 这时地上出现了被煮熟的老鼠 衣服也开始融化 见识不妙的两人拔腿就跑 巨大的蒸汽差点要了两人的性命 逃出生天的迈克赶紧让小黑去找地质学家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地质博士小美 怀疑公园地下是活跃地震带 可迈克的同事却说 下面什么都没有 两人各执一词 迈克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为了验证猜想 小美和迈克来到公园 她提出想去地下采集样本 可迈克觉得太危险 不让她下去 说服不了迈克 小美和祝少决定凌晨多偷钱下去 凌晨5点第一班地铁开始运行 小美和祝少来到地下管道 却不曾想这时突然发生了地震 睡梦中的迈克和女儿被震醒 地铁也立刻停止运行 小美的助手也掉进了缝隙 正想要拉她上来 一道火焰把它吞噬干净 看着深不见底的裂缝 小美人都吓傻了 此时整个城市乱作一团 紧急事件处理中心 开始了工作 迈克带着女儿准备去安全地方 开车行驶到立金坑 突然井盖被蒸起喷补而出 离京空中冒着滚滚黑烟 火球炸弹从空中不断射出 街上吊起了大火 迈克开着车躲避 并把遭遇通知了工作的小黑 这边小美从地下爬出 看着水池中沸腾的水 天空中落下的灰烬 她知道灾难降临了 一辆消防车被从天尔降的火球砸中 女生在救助着伤者 迈克把女儿留在车里前去帮忙 地面突然吞出大量的熔岩 流向了人群 女儿也被火球伤伤 迈克把女儿托付给了女医生 医生带着受伤的消防员和女儿 驶向了医院 尽管面对依依不舍的女儿 迈克还是选择了 留在这里处理现场 不是小美终于也赶来了 迈克指挥众人 将巴士推到熔岩流过来的地方 想要阻止她的流动 可是小小的巴士根本无尽于事 面对势不可挡的熔岩 迈克决定建立堡垒来阻止 小美提出水可以让熔岩冷却凝固 消防队员们快速地建起了一道围墙 天空中十几架飞机在喷水 与地下的消防员们一起战斗 地面形成了浓烈的蒸汽 终于让流动的熔岩暂时停了下来 小美告诉迈克 熔岩将公园附近的地铁烧毁了 说明立心坑只是一个出口 她也许在地下顺着最大不停的流动 迈克暂时管不了这么多 只能让小美先去调查 小美来到一处废墟 发现这里的温度急速升高 连忙通知了迈克赶来这里 两人在地面用一台摄像机 探查地下的情况 凶猛的火焰把机器烧了个金光 终于验证了小美的猜想 熔岩顺着地铁隧道不停流动 最终将会流到隧道出口 也就是女儿所在的医院 这可把迈克吓坏了 小美算出流到医院只需要30分钟 迈克通知小黑 准备用炸药炸出一条通道 把熔岩引入海里 本该是个不错的计划 可小美发现地面的倾斜程度不对 熔岩会反向行驶 直接流到医院 烧死行动不便的病人 迈克陷入沉思 怎样才能拯救自己的女儿 和数以千计的伤者呢 迈克看着大厦 脑子灵光一闪 把大厦炸倒形成屏障 使熔岩改道怎么样 众人看着高耸的大厦 这炸楼可是需要计算好几天的事情啊 可为了医院里的几千人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冒险把大楼炸掉 小美去寻找迈克的女儿 迈克走留在这里 指挥着大家 医院外的人不计其数 尽管知道熔岩马上留到这里 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 依旧检守在防卫上 熔岩气势汹汹地从地面喷出 烧伤了本就奄奄一息的伤者 这边炸大楼的炸药终于准备好了 士兵们连忙启动了炸药 女儿来到了医院后 就帮忙照探两个孩子 带着他们吃饭的时候 尽管男孩不见了 女儿去寻找小男孩 正好来到了即将倒塌的大楼下 迈克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想要停止爆炸 可巨大的噪声掩盖了迈克的声音 任凭他怎样呼喊 也阻止不了爆炸 迈克不顾危险地冲向了女儿 大楼轰然倒塌 终于将熔岩引到了河道 最终流进了海洋 小美在废墟中寻找着马克 看到三人灰头土脸地爬出来 开心地笑了 所有人的脸都一样的黑 灾难过去 天降甘霖 马克决定和女儿 开心地度假去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灾面前 人类是渺小的 也是伟大的 一场灾难牺牲了无数人 正是因为他们心中的责任 才让更多的人能够生存下去 感谢那些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 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 您收节Forog 阳